在smine的部分呢 我们来跟大家补充一下 上面这一块的工具列 那这一块工具列其实就等同于 我们上面选单的插入 那这个部分 主要我们几个会用到的 老师在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 首先呢其实你进到我们 开一个新的页面之后 你可以来 新增所谓的第2个主题第3个主题那么 你从上面这里新增也可以 或是从下面这个地方 来新增也OK那么你可以看到其实 以后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候老师蛮建议各位可以用所谓的快速键 那像我们在这边 这是第1个主题那你按Enter 这样就有第2个 第2层的那个主题就出来了 接着如果你按下 Insert的按键或 键盘上的TAB 键盘上的TAB 其实就是第2个下一个分支 下一个分支 那一样的 相同分支 你再往下 按下Enter 按下Enter 有没有 那他就产生第2层 那你应该有注意到就是 第1个主题 是 字形最大 第2个主题 就次字 第3个主题 又更小 那么如果说 各位你想要 让你 部分的主题 我的文字 我就不需要依照他的讲法 可能由这边也是我另外一个重点 那你就可以搭配我们右手边的这一个 格式的部分 格式的部分就是用来设定 这些文字的字体啦 大小 颜色 你都可以从这边 来做选择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 这是第1个 你可以单独这样设定 那我也可以把它 框选起来 框选起来 不管你是框 像这样单一个 或者你要跨 不同的 分支 其实都是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边 框选起来 我也可以一起来这边做设定 因为可能我这边想要用不同的颜色 做一个代表 那 每一个 区块呢 他的这些 包括了线条 因为预设我们是这种线条 那你可以变成这种 折线式的 那他后面这里 后面这边往下的 这边设定的往下的 就会变成折线式的 有没有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他这里所使用的跟这里就不一样 那相对的如果你是这一层 就是 下面这一层 你想要变那样子的 就要找上面这一层 因为分支是由上面那一层 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从这边找 这个时候我们分支的这种线条的样式就会变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 我们的 帮你改成向上的 那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做调整 都可以做调整 这样的话我们的弹性就会比较大 这是第1个就是 你再加入所有的主题啦 后面的分支主题你可以像这样去使用 那第2个部分呢 第2个部分 像你可以看到老师这边做的 我平常 还常常会有机会用到的就是 像这样 会有 某些 项目是相关 可是我放在不同类别的 那这个就是第2个功能 所谓的关联线 关联线 那比如说这个 我可能跟下面这个有关系 你先选好了之后 第1个之后 按下去 你就可以像这样做 我连 点到他 就可以做连结 那这个中间的线呢 你可以自行做调整 甚至呢 我在这边 把他们相关联的原因 比如说这里因为怎么样的 因为 什么什么样的原因 那我把写在这边 这样以后我们再看这个分支图的时候 就会比较清楚 知道说 是他为什么 在这边需要这样做一个注解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那么如果 各位在 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 你有看到后面有属于pro的 这就是付费的方案 好付费方案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使用的免费账号版本里面他就是属于没有办法使用的 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后面这里还有两个 对不对 甚至后面这里 第一个比如说这三个 你可以用这样去框选 那他们如果是有 外框的 我可以像这样把它框选起来 好在做 下面的这些所有当然如果你框错了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像这样拉上去拉下来去决定他的范围 好决定他的范围 再来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概括的应该就还好 概括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太大的那个问题 好 有没有这里有概括的你就可以在 这边再继续做一个总结 好再去做个总结 所以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 在上面这边 所谓的 插入工具列面比较常用到的 那我们之前上课有提到一个叫浮动主题 浮动主题 那其实浮动主题就是你在空白的地方 点滑鼠两下就有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他就可以 就是在延伸出其他的内容来 延伸出其他内容 那么 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这个地方你把它往内一拉 你会发现他很容易就 被吸到里面来 就被吸到里面来 如果你是要这样的 功能那当然是OK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靠近一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住 键盘上的ALT 他就会尽量靠近 当然有的他没有办法靠得太近 因为靠近会影响到他画图 所以如果说我站直是比较远一点 我想拉近一点点的 你就可以按住键盘上的ALT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浮动主题 移近一点 但是又不会变成 一般所谓的中心主题的其中一部分